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3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揭露這個叫做《你好香港》系列 我們的 聽眾 還有造圖員也發現 我們現在這個Hello香港 是一個一系列的節目 但凡看到香港你好 就知道我們又要跟大家揭露 香港的不是 可惜 香港的不是 絕對不是由我們一手造成 造成香港 那麼多問題的本身 當然 是執政的單位 但是奈何 發生事的時候 他們永遠 就是怪別人為何要報道出來 很簡單 你不要讓他們公告就可以了 你用國安法刪除他的網站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簡單 那就不會有人唱衰到香港 這些叫做 這些叫做有機會是潛在的惡意停止營運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揭露 這個叫做 香港世界 貿易中心會 World Trade Center Cup 世貿 中心會 就是 並不是世貿 主要這個會 是在世貿中心 但是很奇怪的是 這個已經是在香港 扎根了40年的一個會 亦都 在這個叫做2023年 跟你說 我們做不住了 我們在2023年的6月 正式 停止營運 所以這個又成為了 一系列 香港理好的事件裏面的其中之一 我們跟大家詳細說說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希望大家真的認真支持 記得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除了是一個 政治 時事 的黃色媒體之外 我們自己 還在做很多其他 跟香港有關的政治工作 亦都包括 香港的事務 例如這個RHKTF 我們亦都 是真的 開始計劃 將這個項目 再 規範化 這樣正式公開 我們希望的目標之一 是這個團隊 在未來救香港 的一些行動上 例如香港爆發人道危機 或者是英美 主要是英國 如果英國 在緊急的情況 需要進行撤僑的時候 又或者有特別軍事行動 我們考慮 透過這種方式 以Volunteer的方法 去 加入 這個行動 假如香港出現這個亂局 就像蘇丹的情況 蘇丹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英軍直接 進入蘇丹 進行這個行動 這是一個 其中一個很明顯 是有機會潛在有可能發生的事件 所以我們 以這個作為目標 而我們 自己本身 這個組織的定位 也是一個 軍事的訓練學員 除了 訓練之外 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目標之外 我們也 希望訓練到那些學員 在參加 英國的 政府組織 例如警員 軍隊 軍官 各式各樣的調查隊 紀律部隊的時候 都能夠有一個良好的CV 為未來鋪路 事實上 就算 是英國自己本身 英國自己本身 就算你說我暫時把香港人的身份放下 雖然這樣當然是不可能 就算我真的放下我是英國人 我是白人 當作為甚麼 你 英國一樣是需要面對中共的侵略 的威脅 還有滲透 英國就算你真的是英國人 你變成白人也好 你也需要面對 中國大陸的侵略 所以 退一萬步說 你和我 都有責任 去捍衛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 就是正正式式 等於跟英國 是徹底 融合在一起 你說這樣是不是真的可以分得開 又或者分不開有沒有問題呢 英美那個在海外的軍事合作 幾乎都是不分離我 所以我認為 香港是有能力做到跟英國 不分離我 但是大家是獨立存在的 其實 好 希望大家留意 亦多多支持 我們應該會在 6月7月左右 會在倫敦這邊再搞一次大會 到時我們計劃就是聘請英國的軍方 的recruitment officer 來給大家一個 speech 給大家一個talk 好我們回來研究世貿 兩件事相關的 現在 香港 搞下搞下 連這些 扎根40年的組織 都跟你說 我要停止營運 這個時候真的叫做 是不是叫做惡意 惡意停止營運呢 李家超加持親的事 沒有好結果 真的不是第一天說 我們是最早說的 然後李家超就出來競選特首 然後就衝進店舖跟你說生意好 再跟你說搞你好香港 你好香港就越搞越糟糕 叫做 停止營運通告 香港世界貿易中心會 World Trade Center Cup Hong Kong 通告說 過去40年香港世貿中心會陪伴各位會員和顧客 度過無數歡樂精彩時刻 承望大家多年支持 本會向各位致以衷心感謝 本會鄭重向所有會員及顧客致歉 世貿會將於2023年6月1日 括弧星期四 停止營運 正式 結束營運 翻查相關資料 這個香港世界貿易中心會 是在 香港的銅鑼灣 的世貿中心 在38樓 這個會是搞 飲宴 自助餐 翻查相關資料 翻查相關資料 相關的世界貿易中心會 是新鴻基 新鴻基的旗下 分公司入面的屬會 當中包括大量的名人 也有份跟這個會有關 包括 前政務司司長 許氏仁 許氏仁 也是 世貿中心會的會員 大家想清楚 這是新鴻基地產的附屬機構 新鴻基地產 是大媽撒 之一 大媽撒 旗下的屬會機構 居然跟你說 在2023年 我不做了 現在做不住了 那你就可以想像到到現在 香港的情況 有多惡劣 我亦 相信 在資金 和財務 還有營運方面 新鴻基應該 還是滑滑有餘才對 即使現在面對 是叫做經濟狀況惡劣 但是由於他們是四大地產商 是大媽撒 應該是真的有能力 是繼續 營運下去 但是 做了40年了 會員 都跟你說我做不住要結業 大家真的想清楚這是甚麼訊息 雖然現在不是叫做 新鴻基地產結業 但是新鴻基旗下的一個屬會 在香港做了40年 我相信他要堅持下去 也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 新鴻基在這個時候 將這個旗下的屬會 世貿中心會 正式宣佈 停運 這是甚麼訊息 大家應該 細心品味 即是告訴你 大媽撒 看不好香港 大媽撒也頂不住要把旗下一些 已經失去了營運能力 又或者可能 其實真的是暗藏訊息 直接把我不玩 香港做不住 的訊息 要拿出來 剛巧 這個叫做世貿中心會 香港 在世貿 WTO 在世貿 裡面的地位 亦都是 急急可矮 香港 港共政府不斷出來譴責美國在背後搞事搞非 在那裏搞震 大談自己 如何在這個世貿的仲裁裡面 對付這個美國 好了 有很多藍絲 五毛覺得香港很厲害 香港打贏美國 會這樣想 就只有你是 五毛 無知的藍絲 才會 覺得高興 實際上 不是無知的藍絲 你猜其他真真正正想做生意的藍絲 怎麼看 這件事呢 是不是真的覺得你 香港在世貿的仲裁 的爭議上 真的成功打倒了美國 是不是美國要向你屈服呢 到底香港其實做生意 做國際城市 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其實在哪裏 你想想 就知道其實 你跟美國作對 其實是有多嚴重 只有無恥的中國共產黨 華春瑩不用說了 他不用做生意的 做貪官就可以了 你 是不是可以做貪官就可以了 錢從何來呢 社會沒有錢 跟美國不做生意 誰有錢給你去貪 你真是想清楚 經濟效益是怎麼產生的 跟美國作戰 說就容易 香港更加 其實是一個金融中心 你現在跟我說 要跟美國打官司 要打贏美國 還在叫陣 有識之事 也知道這件事相當不對勁 稍為有常識的人也知道 香港那些垃圾狗官 靠得住 真是豬那也會上樹 他現在就出來跟你做戰狼 他退休的時候 自己第一個移民英國 不過他就想了 我相信這次這個叫做世貿中心會 世貿中心會 結業的信息 我看 給任何其他信息 還要更加清晰 所以這就叫做香港你好 香港你好大鑊呀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還有繼續 其他很多精彩話題 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一個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一個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